凌晨洁保大华南爱挽购生活卡是5%还是6% 而且新户办卡没有手刷力 跟大家分享 因为通常银行如果要给你比较高的刷卡回馈金 它基本上就比较不会给你新户力 对它这个中间是有固执的 因为它可能没有那么多成本 因为毕竟有商业银行也有公股银行 那公股银行它自己本身的资源就比较少 所以它推出来的优惠可能就会比较差一点 它如果硬要把它的回馈率拉到跟商业银行一样高 它可能就没有办法给你手刷力 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理解跟逻辑 所以我们大家也不要就是对公股银行太过苛刻 因为会觉得说那我都办商业银行 比如说我办国泰市华 我办台信银行的信用卡 它回馈那么好 我干嘛要去用什么华南的 其实也不能这样讲 因为各个银行他们自己本身的资源就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能够端出来的肉都是这个样子而已 所以如果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一起比较 那这些第二名后的人就全部都就吃西北风 都不用办卡 所以这其实是比较吊诡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爱网购生活卡的5%还是6% 就是它真的没有手刷力 但是如果你喜欢就是网购5%的这种回馈 而且它的回馈其实是它不会有什么 那个列怎么讲 就是它的限制范畴其实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觉得说它这个5%的回馈其实是真的不错 所以你倒是真的可以办下来 因为我现在我在网络上面看人家有回报 有些乡民他们热心在PTE信用卡板上面回报 我发现他们讲说 其实这张卡片很多很多的通路 它都是有任列的 虽然说它没有一个正面列表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它算是蛮大方的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找一个网购神卡 而且你又说华南新户 这张卡片你倒是可以就是把它拿下来使用 真的是不错这样子